大家好,今天是2021年3月22日 驚天之路,远在世界其他地方的市民 都感受到加拿大总理卡斯杜努多的雷霆之路 你感不感受到,今天凉了,16度左右 大家穿多件衣服,就是说康明凯 风头火势之下,居民走进内地 试图勾结汪洋大盗图骂造反,战动颠覆国家 所以被人骑走了,这件事是在曼晚舟 即是华为太子女被人骑走了之后就发生的 但是呢,国家就已经否认了,这件事是一种报复的行为 即不是的了,国家否认了 其实啊,这种做法都非常温和啊 当日我都说了,理论上啊,喂,你竟然 够胆扣拿这个华为的太子女 理论上呢,就应该将所有的洋人捉拿 中国境内那些,然后啊,圆门问斩,秋后又处决,排了大队 以震天威的嘛 怎知啊,当日,话音未落,我都恶了言啊,竟然这么轻手 就是啊,即时捉拿了两个加拿大的前外交官 总之不知他们走去做什么呢? 那唯有啊,就套用这个,李家超,保安局局长 啊,说那句啦,即是套用在洋人身上会好些的 那句是什么呀? 他不出现在现场就没事 啊,那就真是,得到这个,角水啊,角魂 那没有啊,谁叫你出现在现场呢,是不是? 那所以啊,这两名加拿大的外交官 啊,很快变加拿饼啊,真是 看怕,啊,即是以现金的局势来看呢 但是不用怕啊,因为卡斯杜鲁多呢,啊,今次厉害啊 突然之间呢,啊,发新闻稿啊,各样那些东西 就说不能接受啊,也不得 那你重温一下先啦 当日啊,除了康明海,即是他的名字就容易记一些啊 另一个人呢,大家都不记得他的名字了 大家记下啦,因为是加拿大的商人,叫做屎培忽,简称屎 哎,那应该,即是扣押的时候要接受江熙子的啊 那在北韩接让的辽宁丹东中级人民地方法院那里接受审理 但是啊,加拿大的外交官啊,是禁止去旁听的 就是因为国安啊,的理由 那所以呢,这个卡斯杜鲁多啊,就突然间觉得很弃顶了啊 他就非常愤怒,非常愤怒,极度愤怒啊 Extremely angry 你看不体会到他的愤怒啊,真是很愤怒啊,是不是? 就在那里表示啊,完全无法接受 就是这句呢,最好录下,放在加拿大的电视台那里做广告啦 就是可能免了色情广告啊,我不知道啊 总之就,呀妈爹这样每日一日,一日一新闻 卡斯杜鲁多跟你讲呀妈爹 那说回康明海,和另一位人兄啦 啊屎培呢,就被控啊,在境外那里,哇,这么大罪啊 我都猜不到,我当天想着,随便捉两件二打六的 就说去刺探,和非法提供国家机密啊 那审讯呢,就历时三个小时了 就不知道偷看什么机密啊 三个小时可以调查了来龙去密,不简单 审就已经审了的了,什么呢? 就没判刑,扎日宣判啊 那当然,扎日这件事呢,那些法官都要酌情处理的嘛 那加拿大,就曾经,向我们天朝,遞了子申请啦 希望进入这个法庭旁听,卡斯杜鲁多 啊,除了憤怒之外,都不是没有做事的啊 他有遞子申请的,就是想旁听 谁知啊,申请拒绝,rejected 竟然在嘴瞄瞄哦,在说什么啊 对于啊,中国法院闭门审理,不透明的做法,表示失望 那又是哦,就是,其实呢 但是,加拿大是不可以干涉中国内政的啊 不过又真的好像有些不对等 那你能够做的呢,是控制自己的范围 你又不要在这里吵我们中国 你自己国内的内政呢,我们又管理不了的 加拿大那边,你喜欢怎么审犯呢,是你的事 但是我们中国喜欢怎么审犯,是我们的事 那这点公平啊,是不是 那卡斯杜鲁多啊,就向记者表示憤怒 就说这个是任意拘留 那祖国否认了的了,根据国家的说法 是他们身有史,所以才拘留 不是任意的 那卡斯杜鲁多就说做法完全啊 无法令人接受,法院程序不透明 无法令人糾同,你作篇文啊 我说五千字都是这样的啦,我跟你说 中国的法院,是中国法院独有的制度 豈容你说三道四呢 但是这次很不同 因为啊,这两个东西呢 金瓦啊,真是很糟糕的啊,可能 因为康明海,另一位啦 涉嫌危害中国的国安犯罪案 这样说,就是会不会之前呢 好像不知道谁判了死门的啊,很糟糕的啊 那华大妈呢,都说了话的啊 他就说,中方是依法这样啊 去保障康明海和史佛的依法诉讼权利啊 批评呢,加拿大方面的驻华使馆人员 对于中方依法处理 这个加拿大公民在华的个案那里呢 他们在那里指手滑脚,指天就插地 所以他是强烈这样反对啊 加拿大方面呢,干涉中国的司法主权的啊 那维金之计啊,只得一条计策的而已 这条是上策来的,很简单 就是加拿大向中方赔偿五十万亿加子 同时之间投帝寒书,各样多伦多,温哥华等地 同时之间啊,以等洋人,他司,杜鲁多啊 就好应该除了三副,肉坦请罪 那当然要,就是那些呢,后面全部都是针刺那些 那放在背脊那里,以显成意啊 那这些盲而容敌啊,就似乎呢,金瓦啊,真是生气的啊 好像撒着了啊,因为啊,近日在那里呢,嘴苗苗,整天在那里 说什么,司法不透明啊,那堆东西 那查实啊,对于中国来说呢,这样是很不利的啊 原因就是因为啊,那些洋人,整天在那里嘴苗苗,说衰了啊 所以呢,咦,我又有一条招给国家啊 那,就不要说我们不让他旁听了 只要他肯直播光色指,证明啊,他是没有这个确诊个案 喂,虽知道啊,话就说国安而已 其实就是怕那些洋人呢,经常啊,染疫 然后呢,走到去我们这个,中国的土壤上面 就传到周围都是,这些都是国家安全问题来的嘛 谁知你不是新化投毒啊,对不对啊? 那所以啊,你很应该接受我们的国礼,就是江色指 啊,同时之间,直播给全世界公众看咯 接受到这个条件,啊,那你就走进来旁听咯 啊,就不要说我们天朝大哥,没有礼让你们了 事实上啊,卡斯杜鲁多当然就急到赖啦 很简单啊,因为这个,拜翠翠啊,骨头翠翠 最近呢,上飞机那时啊,那扑了三野 那拜翠翠最近啊,才关了那条新墨西哥州那条油管 那卡斯杜鲁多啊,当然就对不住工人啦 因为早前呢,他说到这个拜登好好的嘛 那不排除有些加拿大人呢 他们啊,就可能,就是向美国的公众 可能还要关了新墨西哥州 你知道啦,条油管这样通过去 那应该两边的人打聋通的嘛 嘿,你们不如投拜登啦,这样 那结果投了之后呢,可以多吃一点蛇齿饼粽啊 结果,就是蛇齿饼粽啊 就好像那些重金属超标啊,大佬 就是你敢吃啊? 结果就一只只那些石油工人全部失业啦 曲爹就换粮啊,现在又在说什么啊? 要控告拜登政府违宪啊 有什么违宪呢?我关掉你的油管 现在,跟违宪完全没有任何的关系 你帮人赚不到钱,就在那里逮拜登 我是非常之不齿这些行为的 照道理呢,哪个那些油管工人 走出来反抗拜登那些呢 应该用装甲车,坦克,直升机,阿帕奇那些 跟着去清剿他们的 不过近日呢,就没有空理他们的意思而已 因为忙着要加税啊 哇,大生意来的啊,大佬 你想一下,那些税率 由20加到40多个人啊 联邦政府啊,即时啊 够钱还债,是不是这么说啊? 我甚至乎相信啊,卡斯杜鲁多的而且确 当时呢,就非常之 happy的啊 拍了手掌的啊 即是你不要说他,在美加边境那头啊 部署军队那件事先啊 就说回这个卡斯杜鲁多 極度有机会当时想着,哦,好喽 特朗普总统走了之后呢 即是首先不用斗大力骗手先啊 其次啊,我想啊,他又觉得拜登好相语一点啊 那应该可以聊到天 到其时呢,卡巴嘴啊,三寸不难之事 宋世杰啊,那就可以凝救康明海和史佛 那但是事与愿违啦 我相信拜登都可能答应了他的啊 就想着在阿拉斯加那里啊 与这个洋人会面的时候呢 提出这个请求 谁知道啊,礼数就不周 连杯面都没有给杨大人吃 那所以啊,这个释谷子布林肯 和那个沙甸与苏利文啊 牛里苏啊还是 就只能够坐在那里 啊,听取姓份啊 难得有这两只这样的寄宴 但你不要说他这两只寄宴啦 啊,不过又是的 这两只这样的寄宴有肉国体啊 你知不知道啊 你走又不是走,站又不是站 都不知道在那里干什么 你是投帝寒书,各样纽约省 赔偿六十万亿 你又不是哦 坐在那里不知道干什么的啊 那两个人仔 不过啊,不重要啊 就是他们有肉国体而已 那拜登就補足 上飞机的时候啊 以行三季之礼 啊,现在就等着他狗扣的 只要啊 只要啊,拜登狗扣了 寒书头帝 啊,一切都解决了啦 就是如果美家 两个拼入我中国版图 大家一家人啊 那就是重兴发落 就是看明海和屎忽 啊,那就是 就是取其性命 其家人啊 啊,那就可获恩书 只是抄家就算了 就不用发配边疆 啊,那就加大欢喜啦 好,今天说到这里 我都不想要 我都不想要 我都不想要